不至于 不至于不至于 射死啊 我从来不会把自己置于那么尴尬的境地当中 可以期待 但是不要太大的期望 他也懂我 我也懂他 爱奇艺爱聊专访的小伙伴们 大家好 我是王凯 请先用剧中角色的方式 做假自我介绍吧 大家好 我是彭阳农药厂的厂长宋一辉 你觉得试演宋一辉三季以来 心境或状态上发生了哪些改变吗 宋一辉这一部的 一开始还是挺不容易的 因为他从东海厂被 放到了这个彭阳厂 去当一个农药厂的厂长 他本身心里就有很多的委屈不甘 而且来了之后又碰到了一系列的问题 被认为这个什么 农药不达标导致了人致死之类的 然后又被误解被打了 就等等一系列的不如意 就感觉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我觉得各一般的人心态都会崩的 本来就已经被打到了低谷 又遇到这么多头疼的事 但是宋一辉还是咬着牙关挺过来了 而且当然后面的剧情大家还没看到 宋一辉还是凭借自己的能力和他自己的毅力 带领彭阳厂走出了困境 甚至是打开了一番更新的天地 我觉得这一路还是挺振奋人心的 这也是这一路宋一辉的一个跌宕起伏的走向 宋一辉从东海化工掉入彭阳农药厂任厂长 经历了很大的落差 对他帮助最大的人是谁 应该是陆小拉吧 我觉得 我说陆小拉永远是在关键的时刻 不是给我找钱就是给我找人 他的帮助很关键 当然在这部戏当中他其实一开始是不太想让我 继续留在彭阳厂的 他总觉得我应该有更好的发挥我才能的地方 最关键的节点上 陆小拉还是给了宋一辉特别大的支持和帮助 他是我的贵人之一 宋一辉这一路遇到了好多贵人 你觉得宋一辉是从哪一刻开始 证定了梁思生是自己余生的另一半的 从师生关系到后来的变成了工作上的一个趴当 这一路走来大家就是彼此很了解了 他也懂我 我也懂他 在工作上也可以相互理解 相互扶持 所以我觉得两个人都是相向而行的 宋运辉其实一开始对梁思生并没有那种男女之间那种情感 我觉得都是在这种过程当中工作的过程当中接触 慢慢的发现了彼此的赏光点才开始有了这种感觉 才走到了一起 我觉得所有一切的前提是因为 首先是跟陈凯燕已经分开了之后 他们今天的感情最打动人的对象是什么 最打动人的我觉得是彼此都懂对方 然后相濡以默相互帮助 我觉得就是相互成就 我觉得这是我觉得这个是最打动我的这两个人 请大家一定要来爱奇艺看我们大江大河之岁月如歌 我自己先吧 爱奇艺也被称为陶场 宋长长这一次来扫楼对我们陶场有什么工作指导商的建议吗 指导意见不敢当了 哪有什么指导意见 只有一个小小的需求 就是希望 都给我爸大江大河之岁月如歌给我看起来 前几天也看到了你跟我们陶场迷雾剧场犯互动了 既然在剧里查案这么厉害 有没有考虑过真的来迷雾剧场破败案子 考虑过 你本子倒是递过来 剧组中网速最快的人是谁 我 你剧中了吗 八季 剧组中最爱组居的人是谁 反正不是我 对于大家说王凯的手可以单独出道你的第一反应是 咋的我这个人就上不了台面吗 就只能手上台面吗 上一次让你觉得很涉死的事情是什么 涉死啊 我从来不会把自己置于那么尴尬的境地当中 可以人家说干干小龙那时候的那天 到底买了什么药给咱们厂的什么荣药 我也不知道啊 你猜应该是爱你爱的不可救药吧 我并没有射死吧 刚才我有射死吗 没有啊 我还好那会我不射死 什么样的夸奖会令你毫无抵抗力 主要是夸我的基本都没有抵抗力 不要害羞啊 更喜欢给别人发语音还是长文字 比较懒的时候就发语音了 你觉得年夜饭桌上必须有的一道菜是什么 鱼 年年有鱼吗 春节期间粉丝会看到你的新Vlog吗 新的Vlog啊 我尽量 虽缘可以期待但是不要太大的期望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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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希望你得给人家吗 寒假也要到了 可以给马上要放假的同学们一些假期的案例吗 呃 假期嘛 还是希望大家以放松为主 当然有寒假的一些功课 大家该做还是做 做完了 大家有时间就可以看看我们的大江大河这岁月如何 那我们就是爱奇丽是提前预读 咱们朋友们也常研发了一个新的项目顺利 然后想送送长长一个年卡 送什么 我们爱奇丽的年卡 哦爱奇的 哎呦 还有还有礼物呢 我们爱奇丽的 也要来我们爱奇丽去放下 谢谢谢谢 这一张是吧 我们公司人挺多的 哈哈哈哈哈哈 开玩笑 开玩笑 好没事 公司大平方 全公司一起看 哈哈哈哈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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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